歡迎收看P美網的魔法課堂 大家好,我是小P 對於化妝菜鳥級的女生來說 眼線一直是難題 不是畫的不對稱,就是畫歪了 那今天我們的魔法達人 就要帶來一個生活當中 非常容易見到的小道具 可以幫助你搞定所有的眼妝問題 如果你是一個化眼線菜鳥級的選手的話 今天呢,我給大家帶來了一個 既方便又特別好用的辦法 就是... 一個小勺子唷 這個勺子我想每個人家裡面都會有一個吧 所以呢,如果你不會化眼線 你就可以從家裡找出這把小勺子 現在跟我一起這樣做哦 首先我們用勺子的這一面 找到一個適合自己壞眼尾的角度 這樣一個眼尾就出來了 接著呢,我們用勺子的這一條邊 液住剛剛畫的眼線的這個頂端 和這個頂端的開眼尾 這時候我們再把中間塗實 接下來呢,我們用眼線筆 從眼尾往前慢慢推 畫出一條眼線 下面讓我們一起來畫這邊吧 方法是同樣的 好的,用了這把小勺子以後呢 很快我們就完成了畫眼線的工作 可是它的用途不僅僅是只能夠畫眼線哦 它還能幫助我們來畫眼影 來確定畫眼影的位置 首先呢,我們要在眼睛上確定有兩個點 一個點呢,是我們剛剛畫眼尾的這個位置 還有一個點呢,就是我們雙眼皮最高的一個點 是這個位置 接著我們用小勺子的這一條邊 連接兩個點 我先輕輕地做一個標記 標記好之後 把剛剛的位置都塗實 現在呢,我們的眼影也已經有畫完了 接下來呢,我們來畫睫毛 畫睫毛的時候呢,我們也會用到小勺子 今天呢,我們通過這個很普通的小勺子 完成了整個眼妝 小勺子的用途是不是很大呢 好了 最後呢 小勺子的用途啊 不走 請 boung